张长宁1月9日晚 随着排超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第三轮较量 比赛进入佳境 争夺越来越激烈 本轮后进十足的北京汽车女排主场3比2立刻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赛季双杀对手 八一深圳女排主场3比0完胜天津渤海 女排 辽宁广电沙欧女排客场3比1击败浙江加善西唐古镇女排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主场3比0轻取广东恒大女排 截止到本轮 争夺前四的局势错综复杂 前三名的上海 辽宁 江苏位置并不保险 稍有不 甚就会掉出前四 而排在第七的北京如果继续保持如此强劲的势头也同样可能上演逆袭 914名排位赛中 山东题材女排主场3比0横扫河南银歌投资女排 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女排主场3比2险胜四川女排 福建安西铁观音女排客场凌峰河北女排 15轮过后 李莹莹以344分扣球 17分篮网 22分发球 总383分雄聚得分榜第一名 李敬335分赞列第二 刘彦涵286分列第三 张长宁以268升至第四位 断放居第五位 本轮焦点 北京3比2江苏在客场3比1战胜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抱了一个新年小冷门之后 北京汽车女排本周回到主场 面对重整旗鼓的江苏队 再次以3比2险胜 获得8强赛宝贵的第三个胜场 曾春蕾本场比赛48扣22中 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 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1月末从意大利征兆回国 曾春蕾在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 他说这一切为的是不辜负领导 球迷的期望 我从意大利回来对队伍还是有一些帮助吧 我并不是每一场都有很好的发挥 这也是我需要去克服的问题 时间紧 任务级 我也很清楚外界对我的期待比较厚重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训练中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调出来 北京队主教练张建章评价曾春蕾刘洋归来后 思想认识提高了一大块 非常自觉自 绿 包括在场上在训练中都会更加主动的带动其他队员 这对我们北京队来说有很大帮助的 我对他今天表现出的水平很满意 相信他在后面的比赛中发挥还会更好 第四局北京队错失两个赛点 被对方拖入决胜局 当曾春蕾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动摇取胜的信心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会 没有 除曾春蕾回归之外 第二阶段 北京队还引进了内援王梦杰和杨涵玉 队伍人员更加充实 曾春蕾说 可以看到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一直在换人接一船 换进攻 人 这对于对方来讲是牵扯 而对于我们主打队员来讲就是一种分担 队长刘晓彤也为本场比赛贡献了19分 谈起本场比赛的胜利 他分析主要是赢在心态上 因为江苏女排是联赛 全运会双料冠军 我们放的比较低 抱着冲击对手的心态 而他们可能因为是冠军 有时候在场上会比我们更紧一些 赢下这三场 因为对手都是强队 队伍在信心上 士气上都有一定的提升 但江苏队队长张长宁在接受 我爱女排 ID 维洛夫沃利 记者采访时总结道 虽然上一场我们输了 但不是有一句话叫八强场上无弱缕麻 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正常面对就好 在打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比赛打到后面 我们对北京 的篮房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关键分的把握上没有北京对经验更老道 接下来的比赛我们需要扎扎实实 积累经验 提高场上应变的能力 龚翔宇则分析道 虽然说我们上赛季联赛和全运会是冠军 但是我们场上队员的年龄普遍比北京队要年轻一点 他们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 所以在比赛中我们的波动相对会更大一点 至于心态上 我们还比较年轻麻 所以每一场球都是抱着年轻队员的冲进去打的 也没有什么包袱 场上被动的时候大家如何调整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攻克的特题 01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3比0广东恒大女排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本轮坐镇主场迎来广东恒大女排 最终3比0取得胜利 目前以7胜2负在8强榜居第一位 三局比分分别为 25比23 25比16和25比12 上海对张磊独揽全场最高的21分 两主公金阮景和张艺禅分或16分和12分 广东恒大无人得分上双 两主公布尔萨奇和张楚南双双赢得9分 接应陈佩妍进账7分 02-81深圳女排 3比0天津渤海女排 81深圳本轮的对手是天津渤海女排 八强赛第一轮 81队就在客场背 天津队零风 两队异地在战 最终八一队直落三局成功复仇 三局比分分别为 25比23 25比18和26比24 本轮过后八一同样达到5胜4负 以一个积分的优势反超天津升至8强榜第4位 八一队刘燕寒斩获24分 主公王云露拿下17分 副公元新月贡献13分 天津队李盈莹拿下15分 副公王元元收获13分 接应杨逸得到10分 03浙江加善西唐古镇女排 1比3 辽宁广电沙欧女排 浙江加善西唐古镇女排本轮对阵辽宁广电沙欧女排 最终浙江队1比3再度不敌辽宁队 四局比分分别为 20比25 25比18 13比25和20比25 辽宁队三人上双 断放砍下全场最高的18分 王一梅贡献15分 胡明元拿下13分 严妮得到9分 二船丁霞也同样斩获9分 浙江队也三人上双 李靖同样得到全场最高的18分 扬州贡献15分 朱岳州拿下13分 二船王纳和主攻汪惠敏 副攻正义新军收获7分 04北京汽车女排 3比2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北京汽车女排本轮在主场迎战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经过五 局击战 北京队3比2险胜江苏队 五局比分分别为 2624 2426 2517 2527和159 北京队五人得分上双 曾春磊力夺23分 刘晓彤拿下19分 杨涵玉 任凯义 沃帕特分或16分 15分和12分 江苏队队长张长宁独得28分 龚翔宇赢得13分 江建文和替补主攻唐宁亚军进账11分 我爱女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